有网友问2196不是国弱,是伏星 $58买了,如果$58买了,现在应该怎样做呢? 如果你真的买了,应该是倒截时要离开 这类型的股,特别是它标得太厉害 条件的幅度是很大,这些都是没办法的 因为这些消息令到列口低了 可能是美国方面 愿意去取消版权 可以给不同地方做疫苗 但是估计应该是很难的 因为在百多个成员国内 都要同时支持的话 不是很容易的事 现在是乐观估计 可能是要半年或一年才能谈整 可能到时疫苗还有没有用 或者还需要做疫苗 都是一个问题 这两个公司做了疫苗 都不是去发展中的市场 而是以发展国家的市场 主力去做什么呢? 在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是用得相对上比较多 而且大家也不太知道 其实去买出去的价格是多少 实际上到底会怎样影响得到 那一盘数呢? 这些也是一些 其实都是一些不一定的 但炒也是这样炒的 这些炒疫苗不够 又爆上去 一些技术性层面 或消息层面的操作是没办法的 这些炒口 其实你无辜也是非战之罪 这些大家都猜不到 因为这些是消息层面 如果你真的握住了 我又未估的话 我宁愿你可仁 继续继续继续 看看会否有机会 可以回升高一点 你才看会否考虑 挨近买入价 或者低一点 你才沽回部分出来 这样做一个自洩 始终他挨得深 你无辜 他见到他下面 很明显有点钱 他流回进去 所以先那个下景线这么长 都真的挺长的 他低位落到 哪个位置呢? 经常是1.7 这些水平 他收到 也经常是8.3 所以我就宁愿 暂时保持住 你看明天股价如何走 如果他真是幸运的话 估计他有机会整固一点 甚至乎 补回这个 这样的 下跌下来的 连口 补回一些 都是有一个机会的 但是你初步 看看他能不能够上去 50元 流上 能够升得上50元 流上 才可以说 有没有机会 可能补回那个 连口 否则的话 是比较差一点 但是你去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是值得可以去 第一等 你看看 再多一两天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 再向下 再跌得深一点的话 就 回到这个位置 其实他也很挨近 47.5元或者48元 这些这样的水平 如果他真的去向下跌的话 我才会考虑 真的要考虑要沽回3分1 出来 否则的话 我就宁愿去保持住 因为他也曾经试过 有一个希望 去到47 去到48 这个叫做有一个 支持的水平 看看他能不能穿 如果不穿 试试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